这个二气杂色跑勾勾和跑AA啊 胜率是差不多的 好 选择了靠两位选手跑满 才是来到了7410刀 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鹏说球 今天我们带来华人美女牌手刘轩 日本美女牌手刹身米小姐 和老北京美女牌手CXBOT 在Hustler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这张桌子上的忙碌级别是小忙十刀 双打麻二十刀 抓位四十刀 Tartoff位选手拿到了勾勾 三败到四百刀 CXBOT在小忙位拿到了二气杂色 四败到三千刀 这手牌如果想玩确实要打一个四败的 但是勾勾的后手马量不算很深啊 想一下直接推了Olin 到装卫选手 装卫选手如果选择气牌的话 Sashimi是完全套匙了 没有任何气牌的选项 装卫选手如果推Olin的话 Sashimi要想一下 好 选择了后 到Sashimi 对手已经亮出了勾勾啊 很清楚你已经套匙了 如果你领先套匙 那我也接受 落后的话你也起不掉 这个二气杂色跑勾勾和跑AA啊 胜率是差不多的 亮出了底牌 好 选择了扣 两位选手跑马 踩持来到了七千四百一十刀 现在两位选手的胜率是13对87 Sashimi需要追一个两队以上的牌啊 比较困难 真的是比较困难 翻牌AA6 Sashimi胜率只有1%了 转牌如果给不了帮助的话 这手牌就结束了 转牌没有2和7啊 肯定就没了 转牌一张7 胜率攀升到6% 合牌需要追一张7啊 追7的话拿到葫芦了 这个有点难吧 1%的胜率能够发出来吗 出2是不行的 出2的话是一个三轮车 没有意义 合牌一张K 这样的话勾勾 成功收持 马量翻倍 Sashimi这个就是打这个转播桌啊 玩一下 从EV的角度来看 这个27是不应该这么打的 但是从收视率的角度来看 必须要这么打 枪口外选手拿到了K七红信 选择了Kal Sashimi拿到了Quiz 加注到200刀 Hajack为选手拿到了勾八杂色 300到600刀 这个三败手牌范围过宽了 要我来说这个勾八杂色啊 面对加注都得气掉 大猫外选手拿到了90杂色 I'm feeling lucky I guess it's Felicia I'm feeling lucky I'm feeling lucky Sashimi的勾七 Four料 回到Sashibot I'm feeling lucky punk I'm feeling lucky 其实我觉得他好像是在看对手的后手马量 直接推了 4-8欧列 I don't feel like playing after the flop I'm just gonna go all in 其他选手的牌力都没有一战之力 我们来看大盲位的90 Four Sashibot成功收持 那Sashibot在这张桌子上的手牌范围理解 肯定是AA KK 圈圈 AK 都是可以推的 A圈的话 看情况 就你看一位选手拿圈圈 如果能够直接零空推出来的话 那KK和AA是必须的 直接推奥列的话 AK和圈圈啊 是一个级别的牌力 都是没问题的 好 我们来看这手牌 打一个全家福彩石啊 这么多人进来 好 彩石来到了2120刀 现在胜率最高的是一个结构连张 翻牌28 67草花变成了花式双抽 但这个顺子是一个卡九 顺子相对来说差一些 然后这个两张成花啊 如果是一个结构连张的小花的话 那两张成花的面很大 单张成花的面只是一个七花 意义就比较小了 意义就比较小了 选择了扣 我们来看转牌 没有草花 转牌一张方片舞 这样的话 67变成了花式双抽的两头凹顺 稍微好了一些啊 出路更多了 但是胜率往下降了 主动构建这个彩石 下注2300 我们来看K8 中队好剃脚 三人才吃 意义不是很大 选择了负 到勾圈 Sashimi has figured out She puts in the rays with second pair Sashimi的K8 加注到6000的 我以为他气了 哦 他打一个加注 哎呦 Sashimi打得这么好吗 这个加注啊 确实给了对手 非常极限的压力 而且我们站在 上帝视角上来看 Sashimi是做出了 正确的决策 这个加注 对手无论是扣 还是缝 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对手选择了扣 才是来到了 16220刀 我们来看合牌 有没有花和顺 合牌再出一张5 牌面发出了攻队 Sashimi稳到了最后 那对手是直接秒推奥令 绝命不拉 秒推 那就是想好了 出花出顺 我推 不出花不出顺 我还是要推 这个牌 Sashimi是一个两队带K 不是太好接 他能赢什么牌 就是赢这种破产听花 破产听顺 但是对手推的 确实太果断了 9444 Sashimi认为是 它是浮沉 哦 Sashimi选择了4 对手成功收持 要不要秀6-7 哦 秀了底牌了 哇 哈哈 这手牌打的是真的好 真的好 其实我们也站在Sashimi的角度来看一下 就是说他之所以 被推的这么果断 就是因为打得太松了 起手牌质量太差了 然后在什么都没击中的情况下 也会做一个加注 然后对手就推你了 如果遇到一个比较紧的选手 打牌比较这个 稳啊 那我觉得他不敢推 即使他推的话 像Sashimi这种路径打出来 对手也就是 一般紧的选手啊 也至少会有一个顶队的 有顶队的话 去接下来的话 Haley推更高 你拿一个中队啊 虚得多了 你拿到一个顶队 你这个顶队啊 都是阻挡了对手 拿到顶队的组合 当你拿到一个中队的时候 对手带顶队的组合 骤增啊 所以说完全没办法防守的 那面对加注就只能弃掉了 好我们来看这手牌 翻牌 8圈5 两张黑桃 Sashimi拿到一个抽花 这种小的铜花结构连张 去抽花 一定要注意 转牌抽花 一定要零打出来 保护自己的成手牌 避免让这个单张成花的 大花免费看盒牌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一张方片9 台面迎来了双花面 这个石钩啊 有点意思的 卡9的顺子到了 Sashimi snap calls 和牌一张方片钩 Sashimi want to bluff this card It looks like it Sashimi打出来 就是一个绝命 bluff了 下注4300 那这个石钩是没有弃牌选项的 也有吧 和牌出了一个方片 但是对Sashimi来讲 是一个后门花 我觉得这个石钩 应该是能抓下来的 很有可能不加注了 但是靠下来问题不大 这个石钩运气也真的是好 翻牌是80钩圈 就卡9 转牌直接给一张9 合牌的钩 如果是一个黑桃钩 这个石钩啊 有气牌的机会 是一张方片钩 虽然说盘面出花了 但是是一个后门花 那想一下选择了扣 就同样是抽花 抽顺 那么卡顺和两个牌顺 然后抽前门花和抽后门花 完全不一样的 Sashimi是精准输送了 这哥们是 不是哥们 这简面是吃准了Sashimi了 长得还挺好看的 这个习惯了 打牌的人大部分都是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系列最终的成绩单 那马量第一的是 37630刀 刘轩的马量是 31300刀 Sashimi是 23900刀 VPIP最高的是84% 简直是不敢想象啊 然后CSBOT是44% 刘轩是32% 刘轩打的还是比较稳的 加注情况 Sashimi排名第一 25% 那刘轩是16% 最后的盈利情况 排名第一的是 吃准Sashimi的这位女白手啊 盈利32710刀 CSBOT 盈利5070刀 刘轩盈利3300刀 Sashimi是水下 11950刀 输最多的是 23710刀 咱们这个系列 到这就结束了 咱们下个系列 再见